中东启示录四 女王的无奈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 也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 犹太人最早也被称作西伯来人 他们讲西伯来语 那问题来了 既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曾经血脉相同 为什么现代阿拉伯人的母语是 阿拉伯语而非西伯来语呢 这还要从亚伯拉罕赶走的长子 以什玛利说起 失去继承权的以什玛利 来到了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卖家 他的后人逐渐占据了半岛的北部和中部 他们讲西伯来语被称作阿德南人 阿德南人是游牧民族 生活的区域大部分是干旱的沙漠和荒野 阿拉伯半岛的北部 也就是现在的野门 土地肥沃 雨水充足 阿德南人没有占领这片陵土 是因为这里居住着土著居民 他们被称作盖哈德人 讲阿拉伯语 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 与历史规律一样 游牧民族的阿德南人 常常侵袭盖哈德人的农业地区 冲突客观上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 就好像历史上中国北方一些牛木民族被逐渐汉化一样 阿德南人也逐渐被本土的盖哈德人阿拉伯化 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民族 他们共同使用盖哈德人的阿拉伯语 在古兰经里 亚伯拉罕被称作伊普拉辛 以什玛利被称作以斯玛伊 这些都是阿拉伯语和西伯来语的差别所造成的 公元前八世纪起 阿拉伯半岛南部中部和北部 先后出现了六个阿拉伯国家 这些国家虽然辉煌过 但大都安逸现状 没有一个统一过阿拉伯半岛 公元前后 亚欧大陆同时存在着四个强大的帝国 分别是汉帝国、贵双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 汉帝国除了丝绸之路外 和阿拉伯人基本没有交集 贵双帝国与阿拉伯之间隔着一个波斯帝国 而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正好把阿拉伯半岛夹在中间 这个时期的阿拉伯小国 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两个巨人的猎物 巴尔米拉国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阿拉伯国家 幸运的是 它的部分领土位于丝绸之路的沙漠绿洲上 通过征收过路费和经商都能获取丰厚的利润 不幸的是 巴尔米拉国与波斯、罗马两大帝国分别接壤 当两大帝国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巴尔米拉国选择以罗马帝国为宗主国 公元260年,巴尔米拉人帮助罗马打败了波斯的沙帕国王 当意识到巴尔米拉隐藏的惊人实力 罗马皇帝恩将仇报 暗杀了巴尔米拉的国王和大王子 巴尔米拉国陷入了困境 有继承权的小王子还是个婴儿 王后支诺比亚临危受命 代替儿子摄政 国仇加恨之下 支诺比亚宣布脱离罗马 并挥军蹊径 屡屡杀败罗马 甚至占领了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和小亚西亚等大片领土 在罗马帝国危机重重之时 奥德良成功夺取皇位 这位罗马历史上的杰出帝王 艰难的打败了巴尔米拉国 支诺比亚女王作为战俘 屈辱的死在罗马的监狱里 支诺比亚女王是阿拉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奇女子 她杀法果断 谋略出众 但支诺比亚女王还是败了 这不是女王的无奈 这只是小国的悲哀 没有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半岛 没有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 格据一方的阿拉伯小国 无论拥有多么优秀的国王 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统一才能强大 才能掌握自己的国家命运 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伊斯兰先知 莫罕默德的身上